2021年NBC演技大赏在昨晚,三十分之十二,举行,在衣袖红香边中饰演 皇帝的戏古李德华获得了功劳奖,出道51年的他 奖感言让不少观众以及后辈演员们都很感动 这次担任颁奖人的,正是孙子李俊浩,爷孙俩还 台上拥抱,画面太暖了 Photo from NBC当天,李德华面带灿烂的 容出现在舞台上,他说,从台下上来就行了 但让从中间走上台,所以紧张了 首先谢谢导演还让重新登场,非常感谢导演 新年快乐,我一直在苦 我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也没什么可拿的奖 没,倒是功劳奖,真的很想得到 以前前辈们获得这奖的时候 我就说那前辈是因为今年没怎么演吗 后来才知道这至少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 到这个奖,今年是第51年 Photo from NBC接着,李德华说 就像获得奖一样刺激,谢谢 首先,最近为新冠肺炎而努力 各位国民,新年会变得舒服吧 请注意身体健康,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今天让我站在这里的衣袖 湘边的导演,给老演员注入了活力 最近真过上日子,到处都接到了很多电话 演员还是要继续戏,别钓鱼了 为了钓鱼没有多少时间演戏 我很为,我会经常珍惜并好好保管的 Photo from NBC最后,李德华说 之所以能获得这个奖项,是因为直到生命结束 只,都让我和优秀的后辈们一起为演员生活服 我会尽最大努力演戏的,真的很感谢 Photo from NBC Photo from NBC最后附上 浩和李德华暖暖拥抱的画面 想起爷孙俩在一红香编户演技 创造了全剧名场面 期待以后到李德华继续活跃 MBC演技大赏完整颁奖名单里 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KDaily